来关心现在房市缓步回温 加上年底购物旺季到来 11月移转动数也大增 其中两房小宅就成为了现在市场上的主流 而四房以上的大户产品双北市则是腰斩 讲完明年的房市 专家认为价格将会持续的下修 交易浪渴望可以增加10% 这间两房一提一味的双捷运宇宙25平开价78万 不仅因为低总价热销 像这样的小宅格局也成为市场主流 捷运宅单价破百万的大有人在 见商让利更鸡身买气 其实很多新北市的年轻人会想住进台北市 那这是他们的首选 三个月的时间的话我们已经突破六成了 看到台北市两房推案户数近700户 占了四成最多 三房497户也有三成 新北市两房更是达到4544户 占比将近五成 但四房以上的推案户数 双北加起来只有800多户 占比7.4% 对比2016年还有14%等于直接腰斩 今年的整个市场上大概就是一个走的比较低总价 或是说低门槛的首购组的产品 所以两房是市场上接受度最高的 对投资客来讲呢 其实现在两房或者是小坪数的产品 现在因为投资报酬率其实蛮高的 因为房价在跌 可是租金一直在往上涨 首购组投资客都爱买小宅 再加上进入年底购物旺季 11月买卖移转动数也大增 其中就以新北市4384户最亮眼 年增率5.4% 台北市也重新镇上了2000栋大关 年增率达到19% 桃圆市交易量也有3700多栋 年增10% 央行彭华南彭总裁 他已经有认证 这个2017年房市已经落底 这个软着陆 公告限制啊 公告地价这一部分 蛮多县市的也都是有一些往下调整 明年的房市应该是会比今年 还会大概会成长大概有4% 房仲业者认为 明年房市将落底反弹 价格持续修正下 更带动交易量小幅成长 东森财经新闻邀请张布祥台北 常常报道